赵丽颖原生脸获多家卫视官媒夸赞 美貌与实力艰巨 谁能不爱 赵丽颖 从演艺圈新秀到代言品牌巨星 近日 赵丽颖再次成为焦点 成为法国富绿得压的全新代言人 这一消息不仅让粉丝们为之欢呼 更让人不禁感叹赵丽颖的演艺生涯如日中天 她不仅以出色的演技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更以自身的美貌和魅力成为各大品牌追逐的对象 赵丽颖 一个从龙套角色开始的普通演员 凭借着不懈的努力和才华 逐渐展露头角 她的演技渐入佳境 作品备受好评 然而 除了出色的演技 赵丽颖本人的外貌也备受瞩目 她的原生脸庞 清新自然 没有一丝攻击性的化妆 却散发出迷人的气质 成为众多粉丝心目中的女神 不仅如此 赵丽颖的努力也赢得了大家的赞誉 从一开始的龙套角色 到如今的影视巨星 她靠着自己的努力和才华 一步步走向了成功 即使在演艺圈的竞争激烈 她也从不退缩 始终保持着对自己喜欢事业的热爱和追求 赵丽颖的美貌和实力 也吸引了各大品牌的关注 不少知名品牌纷纷选择她作为代言人 其中包括法国富律德鸭 作为头皮护理专家的富律德鸭 与赵丽颖的强强联手 无疑会掀起一股新的风潮 赵丽颖素颜的形象与品牌的理念完美契合 将为消费者带来更多的选择和信任 除了品牌代言人的身份 赵丽颖在影视作品中的表现也备受好评 无论是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还是与凤行 她都展现出了出色的演技和魅力 优酷、腾讯视频等平台纷纷夸赞她的表演 称赞她的自信、洒脱和洛洛大访 赵丽颖的影视作品成为观众追捧的焦点 也为她赢得了更多的支持和认可 而赵丽颖的粉丝们也为她的成功感到骄傲和欣慰 他们不仅在社交平台上为偶像点赞送祝福 还积极参与各种活动 为赵丽颖的作品和形象宣传助力 在他们的支持下 赵丽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成为了演艺圈的一颗璀璨明星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要和大家聊一聊我们心中的明星 赵丽颖 她不仅以出色的演技和迷人的外貌 征服了众多观众的心 更以她的努力和敬业精神 赢得了广大粉丝的尊敬和爱戴 赵丽颖的原生美貌和卓越才华 使得她在娱乐圈中成为一颗璀璨的明星 赵丽颖的美丽是众所周知的 她那张原生脸庞 自然纯净 给人一种清新脱俗的感觉 无论是在迎评上还是生活中 她的美丽总能让人眼前一亮 正因为如此 许多卫视和官方媒体纷纷赞美她的美貌 称她为天然美人 这样的评价不仅是对她外貌的肯定 更是对她一直以来保持自我 坚持本色的赞扬 除了外貌 赵丽颖在演艺事业上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 她以扎实的演技和认真的态度 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竞典角色 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喜爱 从花千古到楚乔船 再到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 每一个角色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的每一次出演 都能带来新的惊喜和感动 让人不得不赞叹她的才华和努力 赵丽颖的成功 离不开她背后那群忠实的粉丝 他们不仅在社交媒体上积极点赞和留言 送上美好的祝福 还积极参与各种活动 帮助宣传和推广赵丽颖的作品和形象 他们的支持和努力 使得赵丽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成为娱乐圈中备受瞩目的明星之一 赵丽颖的粉丝们为她的每一次成功而自豪 为她的每一个进步而欢呼 她们是真正的萤火虫 在背后默默地支持着她 给她力量和信心 赵丽颖以她的实力和魅力 不断在演绎道路上创造着辉煌 她不仅是观众心中的女神 也是业内人士公认的优秀演员 她用实际行动证明了 只要努力和坚持 梦想终将实现 她的故事激励了无数年轻人 让他们相信 只要勇敢追求 梦想就在不远的前方 总的来说 赵丽颖的美丽和才华 使得她在娱乐圈中成为一颗闪亮的明星 她的成功不仅是她个人的荣耀 也是所有支持她的粉丝们共同的骄傲 让我们继续关注和支持赵丽颖 期待她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和表演 见证她在演艺事业上创造更多的奇迹 赵姐优秀 谁能不爱 王一博硬汉不在粉丝里见乃汉子新形象 我说王一博是硬汉后 没想到评论区都在质疑 硬汉 硬汉 她是硬汉 难道在维和防暴队中不是吗 不硬吗 换来的答案居然是 一个字不 好吧 我承认我输了 她是酷 可不是硬汉 而是奶汉子 别看她不笑的时候有点高冷 打拳的样子看起来挺帅 可是跟硬汉没有关系 人家分明是奶汉子一枚 各位摩托大军们 你们果然不按套路出牌 怎么这样宣传我们波波 她希望夸她酷 我这完全符合要求 安利王一博饰演的杨振是硬汉 结果就被IBO们给否定了 好吧 奶汉子 是奶恶般的汉子 是奶气冲天的汉子 是少年感十足的汉子 小肥妖这次甘拜下风 往后吹捧王一博也需要视度而行 以为吹得挺到位 结果恰恰相反 因为王一博在很多人心中 就是个孩子 就是个带着奶镖的大朋友而已 她笑起来就是有点奶 做的事就是裤中带着搞笑 就是一本正经的长在大家笑点上 随时随地都要插兜 因为她不插兜的情况下 胳膊不知道该如何放 她就会各种扣 实在不行就开始啃手指 无处安放一样 因为伯伯就是有点多动而已 你让她安静坐着 可能也不会坚持多久 两只脚也会不自觉地动来动去 这就是学舞蹈的男生 停不下来 根本停不下来 别说王一博有始不完的牛进 就是精力旺盛 兴趣爱好多 以小众运动为乐趣 纵观下来 就是让她动起来就可以 哎呀 争气的王一博 这次前往上海 作为奥运资格赛上海的推广大使 开幕式也会带来别样的精彩 现唱主题曲《月动上海》 此时此刻 本该庆祝的时候 粉丝这下子就可会安利了 瞬间改名奥运宝宝 这 我该说什么可好 奥运宝宝还可以 怎么还整活了 来了一个奥运宝宝呢 询问一圈后才知道 原来就是在拍摄过程中 王一博骑小轮车 戴着头盔的样子 很像个小朋友 少年敢拉满 所以才说他是奥运宝宝 果然会安利 佩服这群摩托大军们 王一博的名声在外 什么金融奶昂 什么白牡丹 什么山茶花 什么小奶抱的 都是这群不走寻常路的粉丝给起的 难怪王一博不爱搭理 难怪他多次发文说不想看到说自己搞笑 因为他好懂自己的粉丝 就是跟他反着来 抛个媚眼给了一页账目的怨种粉丝 非要把自己塞进龙土表情包里 还要到处捂 直接捂到自己面前 他能忍住不翻白眼就已经控制了 吹捧王一博从不来须的 哎呀 硬汉变奶汉子 王一博变王一宝 宝贝 接受吧 你收起来库葛 带着你的奶葛大步往前走 后面的有摩托大军们 一路婆花相送 你可别回头 都是笑话 王一博是一个充满无限毅力的年轻人 他总是以积极向上的态度 面对生活和工作 无论是在演绎事业中 还是在生活中 他都展现出了令人惊叹的活力和激情 作为一名全能艺人 王一博不仅在影视作品中有着出色的表现 他还热爱各种运动 并在这些运动中展现出了非凡的才华 无论是滑板 摩托车 赛车还是舞蹈 他都能游刃有余的驾驭 每一次出场都让人眼前一亮 王一博的运动爱好广泛且专业水平高超 这不仅体现了他的运动天赋 更展示了他的毅力和坚持 在忙碌的工作之余 他总能找到时间去进行各种运动 这不仅是他保持健康的一种方式 也是他释放压力 保持积极心态的秘诀 他的这些运动爱好也让他在人们心中树立了一个健康 阳光 积极向上的形象 每当我们看到他在滑板上飞驰 在摩托车上驰骋或者在舞台上尽情舞动 都能感受到他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自我的挑战 王一博的毅力不仅仅体现在他的运动爱好中 更体现在他对事业的执着追求上 从一名偶像歌手到如今的全能艺人 他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了今天 每一次的努力和坚持都为他赢得了更多的掌声和认可 他的这种精神不仅激励了无数粉丝和观众 也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一个年轻人是如何通过不断努力和坚持 实现自己的梦想并不断超越自我的 王一博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毅力和激情 他的每一次进步和成功都离不开他背后那份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 无论是作为演员、歌手还是运动爱好者 王一博都在不断挑战自我、突破自我 他的多才多艺和积极向上的态度不仅让他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不凡的成绩 也让他成为了无数人心目中的榜样和偶像 总的来说 王一博不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艺人 更是一位充满激情和毅力的年轻人 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是坚持和努力 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如何通过不断的自我挑战 实现自己的梦想并不断超越自我 让我们一起期待王一博在未来带来更多的精彩表现 并为他的每一次努力和成功喝彩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